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对传统 对经典的尊重 对未来民族文化的乐观令人感动 还有听众评价说 这篇演讲虽然是寄信的 但具有文献价值 值得传播 值得收藏 所以呢 应大家的要求 在这里将陶海星老师这次演讲的视频整理以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首先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陶海星老师 他是一名当代学者 画家和书法家 长期在新闻出版和公益事业领域工作 恢复高考以后 他首届考入了清华大学 是一名工学硕士 一直从业于教育和传媒领域 具有文科和理科的背景 他自有研成佳学 研洗国学与艺术50多年 是一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陶海星老师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在国内外长期展览拍卖 在众多的收藏者当中 有国家元首 各界名人 联合国组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顶级的文博机构 在国学和艺术领域 特别是在书法领域 陶海星老师有着他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见解 下面就有请陶海星老师开始这次的话题 书法的现在和未来 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我对书法学习和长期以来学习练习 包括教学的一些思考 做一个分享 这个书法呢 是一个好像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好像既是很高深莫测 又很通俗易懂 另外书法作为中国的国粹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呢 一直在理论上呢 类似于各种这个中医学说 和一些甚至阴阳这个八卦这些学说 易经学说 所以好像很高深 但是书法又是时常能见到的 甚至是亿万人都在洗脸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又好像很通俗 尤其是书法永远伴随着国运 任何这个我们这个民族 中华民族在好几个历史阶段 书法都起着很重要的这个唤醒民众 或者激发精神的这么一种作用 所以呢 在当前书法就又再次的热了起来 这让我们很欣慰 我提供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国内的时候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出版工作 我曾经连续十年是中国三月份开两会的助会记者 我曾经四次参与到中国书法一些老先生们上书 尤其在政协和人大会议上叫做提案和议案 我帮着他们收集资料 甚至参与起草 一共前后四次都是提醒 不能把中小学的书法停了 书法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文化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消息 因为我对书法的热爱也是一些老先生的一些诉求 但是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多事都忙不过来 谁还管书法 这些事我就觉得再没有希望了 但是从前年开始国内陆陆续续 开始恢复书法的教学 中小学恢复书法课 据说现在都成了必修课了 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由此带来的就是师资各个方面都不足 所以让人也很忧虑 另外的就是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书法界也是一片 可以说一片荒芜 也是一片乱象 有各种称作丑书啊 等等这些这种民间的书法活动和这个市场一 挂钩以后有一些乱象 另外的就是说书法这样一个 作为书法艺术协会这样一种体制呢 在国内也早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对书法的一些行政推广是有利的 但是对书法是不是能够做一种学术发展呢 也是有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也做了一些思考 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分享 大家好 在上一讲当中 陶海星老师谈到了对目前书法现状的担忧 谈到了书法到底是高深的还是通俗的 那到底什么是书法 书法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陶老师的分享 书法呢 我大概今天要讲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书法到底有哪些基本问题 书法到底是什么 这些基本问题如果认识清楚了 后边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个人认为呢 我们要强调书法有三个本质特征 它有三个本质的特征 离开这三个本质书法就不是书法 我因为教学的关系 我背景是个黑板 所以我把有些东西写一下 书法的三个本质特征呢 第一个书法 汉字是灵魂 这是虚于不能离开的本质 如果说不表达汉字 书法是不存在的 那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在有人在混淆这种概念 还有一个呢 因为现在开放的需要 我们比如说在英文里头 我们说中国的字 可以叫做Chinese 中国话 但实际上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汉字 因为中国的文字不只有汉字 大家展开人民币就知道了 人民币上是好几种文字印刷的 它都是中国的字 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字 不能说中国字只是汉字 但是书法只能是汉字 书法的最根本的灵魂 它要表达的对象就是汉字 汉字怎么书写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就是书法 那么好 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了的话 很多问题就说清了 那么现在随着当代的艺术 和当代的发展呢 有一些人试图否认这一点 所以出现一些所谓的书法作品 里头不是表现汉字 说它就是书法作品 甚至有些搞得很极端 就是把汉字解构了 然后拿水墨在纸上出现一些笔画 或者一些墨点墨块 就说是书法 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书法 也可以叫水墨的绘画 但是它绝不是书法 如果只要拿毛笔 沾上墨 在纸上涂出来的东西 都叫书法的话 书法就不存在了 即使是汉字文化圈 比如说日本 韩国越南 整个历史上形成的这个 所谓汉字文化圈 写的书法 日本叫书道 仍然主要表现的是汉字 或者汉字的变体 比如说日本的甲名 就是汉字的结构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过一个韩国的书法家写的作品 我非常感动 尽管韩文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拼英文字了方块 但是他很认真的拿汉字写书法 他说这才叫书法 所以我的第一点讲抽去汉字 书法是不存在的 好 这再补充一句 就说汉字是作为书法形成的话呢 不到也就是3000年的样子 我们说甲骨文是3600年前的文字 甲骨文之后是商代在青铜器上 这个铸造的文字 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 我们叫中鼎文 这是后人给起的名字 但是最早呢 一直沿用到现在 它叫金文 它叫金文 为什么呢 因为青铜器 青铜也炼发明以后 古人误以为炼出了金 所以在尖器上铸造的文字 就叫金文 一直叫到现在 大家注意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文字 不是书法 我们现在模拟回来说 我们可以写金文书法 可以写甲骨文书法 这才是真正的书法 所以真正的书法 是中鼎文之后出现的传书 因为中鼎文没有留下历史文献 只是铸造在这个中鼎上的 大型的边中鼎 现在都搞不清楚 铸造之前是拿什么在模具上 刻上的字 这个我们不讲了 总之这些都是汉字 只有在金文之后 传书的时代 也就是说 周 商周以后 春秋战国时候 才能形成真正的汉字的书法 而汉字的这个明确的叫法 还是汉代以后形成 在汉代之前叫秦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车同轨书同文的时候 仍然不叫汉字 叫秦文 那么我们说第二 第二是什么呢 我写的这种定义 不一定准确 不是严格的学术写法 是我们一种理解 书法是一种技术 我们这个群里头 你比如说我们家凡 多年他在这个写书法 他很用心在写 他要掌握一种表达的技术 我们都一样 离开这个技术 这种专门的技术 就不是书法 有些人拿个注射器 喷在圈子上 有的人拿个托把 站上墨 抡过去 这些都不是技术 我们说书法是一种艺术 更确切的说 它是一种技术 包括刚才 这个 我们的画家 小孟他讲的油画 他都是一种技术 陈丹青特别强调 这个所谓技术问题 因为你不掌握这种技术 你不通过苦苦的练习 求索 达到这样一个技术的高度和精度的话 你达不到你的艺术表达的这个程度 否认汉字的书法是技术 这一定是走到外路上去 还有些人拿胡子写字 拿头发写字 身上抹上墨 在悬置上打滚 这都不是技术 所以我说第二点很重要 汉字是一种 汉字的书法是一种技术 而且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技术 京剧 城市化的 大家知道梅兰芳先生 举手投足都是城市化的 戏剧形式发展到顶级的高度以后 一切是城市化的 这种城市化使得这样一种技术 区别于任何其他技术 使得这样一种艺术 区别于任何其他艺术 使得它从自在变成了自由的 这样一种技术 就它本来的自我存在变成了一种 它的自由存在了 它的辨识度很高 它就是它 任何东西不可以取代它 这已经使书法具有了哲学性了 但是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学习书法 或者学习京剧的人来说 它就是不自由 它这个学问和技术 本身达到的自由的高度 使得你任何学习者成为不自由的 换句话说 有人说一个书法学习者 或者一个书法家提起笔写字的时候 身后站满了老头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还有这个呢 有点像钢琴的学习 我们有好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在学钢琴 好多孩子为这个哭鼻子 钢琴是一种高度城市化了的技术 你不掌握这个技术 你不可能参加演奏比赛拿奖 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城市化要求你弹肖邦 就是像肖邦 所以说国际大赛钢琴 弹肖邦摩扎特 弹里斯特 你才能拿奖 你说我弹得很好 我来一段 你是我的小苹果 那你连入围都进不去 都不会让你参加的 它是一个高度的技术化 城市化的技术 但是是不自由的 它在一个自由的体系里头 深深的陷入了不自由 所以书法的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和钢琴学习 和任何的舞蹈学习等等都一样 它是一种专门的技术 它要付出努力 付出辛劳 付出心血 它是城市化的技术 那么这种不自由 带来的就是 个性突破以后达到某种自由的快乐 快感和成就 使得书法成为一种哲学存在 这是第二个本质特征 第三 书法最后表 达的是个体的一种修为 修是修养 为是作为 也就是说你的全部知识 你的生活经历都通过书法来表达的 那么这个问题上呢 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叫做人书俱老 注意 年轻人写书法可以很抢眼 但是一定是修为不足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 阅历的增加 知识的积累 经验的丰富 才能够增加自己 表用修为表达的厚度 还有一句话叫做 人品高 书品自然之高 就是说他和人的修为是连在一起的 所谓宋四家 我们说唐代的和宋元的四大凯书大家 欧阳巡 颜真卿 柳公全 赵孟甫 这是四大家 剩下到了宋代行书四大家 苏东坡黄亭间 秘符 下来还有个菜 最后就选了菜香了 因为菜经是一个人们不喜欢的奸臣 所以就换成了菜香 所以说修为是书法 用修为来表达书法 他和个人的这个个体的修为 是分不开的 所以说这是书法的三个基本的本质特征 这三个我说完了 大家好 在讲座一开始 陶海星老师谈到了书法的三个本质特征 指出了汉字是书法的灵魂 书法是一种技术 也是个体修为的表达 那接下来呢 陶海星老师要给我们阐述书 书法和现实生活当中 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好 下来再讲三个问题 就是书法和人的关系 书法是要人来表达的 那么书法在现实生活中 他和人有哪三个关系呢 我也总结了三个关系 艺术的书法 书法作品 书法甚至是习作 还有古代留下的各种法切 大量的展览品等等 都是艺术的书法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作为书法爱好者 或者是作为专业的书法家 都在寻求前面那三点 怎么用个人的修为 怎么用最好的艺术和技术手段 来表达汉字 那么这个称作艺术的书法 在这个领域里 就是书法是一种艺术 文化的书法 文化的书法 书法不只是一个艺术和技术 它是一种文化 我们我们眼睛里 我们生活中书法无所不在 书法作品的鉴赏 书法作品的收藏 书法作品被 书法被印制在各种商品的包装 书籍的封面 我们是被书法包围的 而这种书法表达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无时不再影响每个人的审美 好 这是文化的书法 这里头有书法的理论 书法史 书法的鉴赏 书法的收藏 书法的市场等等 第三个 生活的书法 有很多人历来有很多人 书法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生活离不开书法 书法成为他精神追求的一部分 也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习字成为一种功课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甚至成为一种养生的方式等等 生活的书法 而且书法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一旦喜欢他 一旦开始学习他 会成为很多人终身的爱 终身的爱好和习惯 就进入他的生活了 第二个奇妙的地方在 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里头 书法成为传统以后 一代一代人就传承下去 我们这个认识的很多朋友 家学渊源 就是家里几代人 就是在书法上 要么是书法家 要么是追求书法 收藏 有 所以他 现在我们的 我的一些学生 他们的孩子也就感兴趣 差不多快十年前 洛杉矶有一个企业家 想一面墙 想让我给他写一幅作品 我最后写的是孔子的大学 他挂在墙上以后 他女儿那会儿在上中学 他女儿在那个墙上 本来贴了好多明星的照片和海报 NBA篮球明星 看妈妈把他那块地方站了 挂了书法了 非常愤怒 这个都影响了家庭这个气氛了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 慢慢慢慢的 后来参加工作了 他们家说 孩子上班回来累了 就坐在楼梯上 看书法 看着看着就越来越喜欢 从一开始的反感 变成了越来越喜欢 这个书法成了他生活 欣赏他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好 前面陶海兴老师给我们讲述了 艺术的书法 文化的书法和生活的书法 那书法的表达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书法有哪一些表达的方向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听 那么我们再讲书法的表达 书法的表达 先说它一个前提 书法表达的是一个人的心性 大家知道人的心智性格等等 那么这个书法表达的过程中呢 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书法作为一种 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的话呢 它在 表达人性 它在表达人性 在表达人性的过程中呢 它有五个层面 一 艺术 或者说是审美 它直接表达的是艺术 是审美 它直接表达的是 表现的是它的技术 我写字写到什么程度了 我用我这个技术表现出来 在欣赏者看来说 他是个初学者 他的很老辣 他多年了这个研习书法 这是第一种 二 他表达的是一种文化 他是靠文本来表达的 比如说这个书法作品的内容是唐诗 他可以写他最喜欢的唐诗 可以写他喜欢的诵词 基督徒可以写一幅圣经里头的这个这个片段挂在墙上 佛 喜欢佛学的人可以写新经经文挂在墙上 它是一种文化状态 一种文本的支持 第三 修养 书法家 通过作品来表现自己的文化修养 这个 整个的这个知识修养 就是我前面说的修为 第四 人在情感的世界中生活 他是一个一个人是一个对世界充满爱的人 或者说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还是个沮丧的人 他总是有很多情感 他对别人是包容的还是挑剔的 他是自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 还是温良恭敬让的 所有的这些和别人相处中间表达出的自我体感都在作品 都是他人性的一部分 第五 情绪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 他的情绪是不同的 所以书法是不可能复制的 一个书法家一个人写了一幅字 你让他再写一遍 他就不是那个原来那个作品了 书法这是最奇妙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说画油画 特别是古典的油画 你可以灵膜 一直一直细抠 抠出来 刚才说到蒙娜丽莎了 还可以画出来 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如果这两天睡里觉起来 很高兴 想再写一遍 怎么也写不好 所以书法的独特性就是不可以复制 因为他的情绪是变化的 那么这是人性的这一部分 他的另一个方向是动静 不可否认 人是通过文化滋养的文明包装以后的动物 人的动物性是存在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近年来泛滥的很多丑书 搞怪 故意搞出肮脏不堪的丑书 还有中国书法的传统是写吉祥题材的 有些人把骂人的话写成书法 号称是书法 这表达的是动物性 这个所谓的书法作品 丑陋不堪 肮脏不堪 再说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文化大革命 写大字报 大字报里头把 写的时候我刚才讲感情和情绪 在大字报里头发泄 对这个受批判者的这种愤怒 然后一边写一边那种夸张了的叹号 拿墨写完以后 把人的名字拿红笔 打了叉子等等 都是人的丑陋的动物性的表现 这种攻击性 这种 比较残忍的迫害性 书法是有可能表达的 这个方向是很可怕的 人性的生活 为了避免说它是宗教的 当然宗教的 他的神圣性 他的神圣性 我们说 一个书法家的作品 从人性升华到了神圣性以后 他就是万古流芳的书法家 严真青 记者文稿 王羲智的蓝婷旭 苏东坡的 这个苏东坡写的 陶渊明的 归去来西词 赵孟福写的苏东坡的 赤壁赋 都具有神圣性 都有神性 这种作品 他的神性就是体现在 几千年过去了 几百年过去了 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仍然会被感动 你的情感和精神 会穿越千年的历史 你会感动 你会流泪 严真青的侄子 被叛军杀害以后 严真青忍着悲痛 写出来的 记者文稿 写的不好的地方 拿毛笔 划掉 有个墨疙瘩 那种愤怒 那种悲愤 它是具有神圣性的 可惜我们现在有些 搞书法的人 也写篇东西 写了三行 故意涂掉 追求一种形式上的 古人也把字涂掉了 我为什么不能涂呢 你那个不具备神圣性 这是我说的 在书法表达书法家 新性的时候的 这个 三性 大家好 那听到这里 大家对什么是书法 书法的现状 应该有了大致的了解 那我想大家也一定很关心 书法的未来在哪里 书法会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 走向没落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陶海星老师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 我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书法是这样一个存在 这样一种文化存在 这样一种艺术存在 这样一种生活存在 那它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书法会不会没落 会不会根本就没人理了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还有些家长关心的很具体 我小孩学书法 它有用吗 高考加分吗 学了半天没用吗 你有什么用啊 好 我通过我从四岁多 学到现在和我的观察 我谈我对书法未来的看法 首先 未来 书法一定是光明 它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 就是汉字仍然存在 汉字仍然被使用 汉字的最高的艺术表达形式 就是书法 哪天汉字都不用了 这个民族就消亡了 那书法自然就行 这个民族在复兴 中华民族在前进 那书法一定是繁荣 曾几何时 汉字要消灭掉 这个圣骁尘上 五四运动的时候 连第一流的学者都提出来 中华民族落后于洋人的原因是 汉字太落后 这种文字根本就应该抛弃掉 所以有各种拼音文字的方案就出来 赵元人的一篇文章 小年轻儿 一篇文章让所有的人闭嘴 大家有看过对吧 诗诗诗诗诗诗诗 诗诗在诗诗诗里都住 汉字消亡不了 曾经说汉字是世界上最落后的东西 这是一波 这是一波 又一波就是改革开放 计算机科学发展以后 说汉字根本没法输入 汉字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结果汉字和计算机技术有天然的契合 另外就是 任何新词 在拼音文字的世界里头都是加法 只有汉字在做减法 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会英文 如果能顺利的和老美交流的话 你不一定看得懂 医学的书籍 看不懂我学过的高分子化学的教科书 因为他词还是那些词 他这不是的 所以书架上英汉地质词典 英汉石油词典 英汉化学词典 一本一本多的是 汉字不用 汉字拼一拼一个新词就出来 Information 信息二字 现在你出来什么新词 他都能跟你说了 网红 所以汉字的组合能力很强 康熙字典收录的汉字在 就是说常用在五万个左右 2013年2017年修订以后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的 汉字的使用常用字表 是3600多个字 常用汉字 而且一般的中国人 只要看懂1500到2000个汉字 日常生活毫无问题 所以汉字是在做减法的 没有说现在碰到任何一个情况 我们再发明一个汉字 没有 发明的汉字 就我们学化学的最多 元素周期表里头 有一大串汉字 都是不得不拼出来的新汉字 其他不用 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再发明过新的汉字 不需要 武则天发明了一个日月当空照 其他人还没这个资格 所以汉字是在做减法 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签订的时候是四个语言 四种文字 后来增加到了六种 我跟联合国机构的有些朋友 有了解 他们讲 联合国的其他语种 在联合国大楼里头经常申请 扩容 能不能把我们的库房再弄大点 只有中文库房 还摆不满呢 出来的所有的联合国的文献里头 中文版最保 汉字的 而且如果我们再用文言文的话 那汉字就更 汉字就更用的少了 所以我说 汉字的生命力 是永久不衰的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 这么宝贝的一个东西 在全世界的所有文化和文字范畴里头 汉字是绝对独特的存在 另外有些人说 汉字不写了还有书法吗 请注意 汉字已经完全从书写领域退出来了 过去我们大概就剩下一个 中国人就剩下一个写名字了 现在还电子签名 我们在这边签名还用的是英文 但是汉字退出书写领域以后 恰恰给汉字的艺术表达 提供了更广大的空间 汉字那种二元性不存在了 汉字不书写了 就是书法本身了 使得汉字的书法可以专注的去 成为一种独特的高度 这个 精华的这么一种 艺术存在 大家好 这里是陶海星老师的线上讲座 书法的现在和未来 听了刚才 陶老师的分析和阐述 我们对书法的未来 可以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这样的未来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 进行努力呢 下面我们继续来聆听 陶海星老师的分享 但是 汉字的书法还需要有新的拓展 新的研究 那么我呢 也是有些我自己的探索 我有些作品到时候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觉得汉字有三个方向 是可以 汉字书法有三个方向 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一个经典的书法形式 二 汇画性表达 因为你不是作为书写的日常工具了 他本身就具有汇画性 为什么 加古文时候他就是画 这个绘画性表达里头呢 有两个 一个呢是进入绘画 一个是进入设计 大家很清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以后呢 这个对外国的先进性 表现在我们日常的 几乎所有的眼睛看到的 这个设计领域 继续山上是英文 中国的公司起名字 要起一个特别像 像英文的叫法 北京最早的出现的服装公司 叫蒙尼莎 蒙尼莎 后来有人说 这个名字怎么起的 说原来是个街道工厂 街道工厂那个厂长 是胡同里的老头 他说 哎 价定高点 蒙尼莎呗 当然这是传说 不一定真实 就是很多名字是洋名 直到今天 仍然西方的文字是强势文化 我们中国到处看到的是拿英文或者其他字母设计的logo 如果什么时候汉字进入设计领域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更加强大 另外就是绘画性 我们说把汉字肢解了以后 追求纯粹的绘画 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但是发掘汉字的绘画性表达应该是可具 丁少和丁先生跟我交流过几次 他看了我一些作品以后 他说海星你好好在绘画性表达上探索一下 他说他一直在寻求绘画的中西合璧的表达 但是他本人在书法上没有研究 是他自己觉得一个遗憾 你看丁先生他签字都是马克笔签 他不用毛笔签 那么第三个绘画性表达 三 学习书法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可以增进健康 可以调适心理 用绘画的方法解决心理问题 在西方医学里头是有一个长期的实验的 那么 事实证明很多习练书法的人 生活态度 健康状况 心理状况都有明显的 像良好方向的改善 所以这个领域可挖掘的 这个前景是很大的 比如说老人 老人要是打一夜麻将 可能会出健康问题 但是要写上几个小时书法 他肯定不会出健康的大问题 这是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汉字的这么一个方向 大家好 讲座进行到现在呢 陶海星老师已经对书法的现状和未来 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 我想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一睹陶老师的经典佳作 他的一些被拍卖 被收藏的书法艺术精品 接下来呢 陶海星老师就将为大家展示一部分 他的代表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把我的一些作品 在这个屏幕上介绍一下 做一个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讲解 就是演示吧 好 所谓的经典样式 这是2009年 我用大传写的独立宣言 它的艺术形式是中国 3000年前的文字 它的内容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而且它是用的文言文的版本 那么这个的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 这是2009年 那么这种经典的样式 这个我很荣幸成为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书法作品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 我很荣幸的成为一个 唯一活着的人 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书法 都是古代的书法作品 大家看一下这 这就是书法的经典样式 当然也和绘画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个 这么放开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从宋朝开始到明朝 就是绘画和书法的结合 有一种形式叫做 叫做书画合璧 这是我在北京跟荣宝斋销售我作品的时候 他荣宝斋的老经理跟我说 书法和绘画这种高度结合的这种性质 到了明朝以后就逐步就少了 你能不能探索一下 所以我呢 后来 这幅作品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这是挂在上一任中国政府总理的办公室的 他是邀请我给他画一个诸葛亮 这个是局部 上边还有很长的一段 用大传写的出师表 这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方法 就是说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绘画和书法在一块结合 这种形式的探索 还有两幅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 中国民众最喜欢的心经 和观世英菩萨的这种书画合璧的这样一种作品 这个是在 保丽拍卖的 这是白俊逸的琵琶行 这是传统的侍女作品 和书法和 后边是行书的这个作品 这是我在传统意义上 在用荣宝斩内老总的话来说 你在恢复宋朝到明朝以来的一种传统 这是一种经典的 我说经典的一种探索 那么 再后来呢 我对这个绘画性的和书法结合的探索 这个算了一个 我在这个洛杉矶一直在做一个生肖展 每年生肖一些作品 这个是叫做五福灵门图 画了五个小机 五福灵门 我直接把 我直接把甲骨文的门字写到这 从形式上是一种 绘画和书法的 结合 这是一些初步的探索吧 这个也是 还蛮受 大家喜欢的 同样的作品 有一个 看一下这幅 这也是我生肖基年的作品 这个是 这个叫做 六顺通达基年吉祥 八个字像对联一样 但是画了六个水墨小机 在这个像 这个是受什么启发呢 受那个 那个 汉代那个 乾陵那边那个墓 汉代的时候那些大的石雕的群像 人走过去以后 就是一种感觉 人在很大的石人石马中间走 我是画了水墨的六个小机 和这个中顶文的字 放到一块 这个是上海的一个收藏家去 收藏了 他们比较喜欢 就是说 我是在讲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能不能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在探索 书法不一定 就一定要写成白纸黑字 这个是 也是在寻找绘画性表达 江山如画 江山如画 我写出来以后呢 我突然想到那个地质的等高线 就是从卫星上往下看 山都是一层一层的 海也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把江山如画的背景就处理成了 卫星上俯瞰下来的等高线 所以这个作品 然后呢 书法是要盖印的 我把那个红印 嵌在了我的名字里边了 所以就是说 书法的传统元素在 而且我仍然在表达汉字 所以这是一种 也可以说是一种摸索吧 摸索 那么这幅作品完成以后呢 我就又觉得这幅作品 也有一些 特别我有几个朋友 女孩子 她们喜欢这个 我写了个花样年华 好像在这个 花丛中的四个字一样 那么既然它是暖调子红色的 我把盖印的这个印就放了一个绿色 放到后边 它起到了印章的这种美学的感觉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颜色 在那点了一下 这就是从审美上 把中国书法的一些元素放进来 在这个同时呢 我自己创造了一种叫趁金书法 就是这个书法作品 我拿泥巾把它填满 所以它比较视觉上金碧辉煌 在很多这个收藏家觉得 这样一个作品挂在家里 比较和他现代装修比较和谐 这是一个这个这个唐诗的 这个现代表达吧 算现代表达 这时候呢还在摸索一种 这种 就是好像组合式的表达 真正的 真正的比较彻底的 这种用古文字来作为一种 绘画形式的表达是这些作品 2017年我收到 意大利米兰达芬奇博物馆的邀请函 他们要举办一个全球性的展览 他们的口号是回到达芬奇时代 艺术和科学的时代 他们之所以邀请我的原因是说 发现我是学理工科的 又在搞艺术 那么后来我就画了两幅作品 这个是我真正拿甲骨文来 做绘画性表达的 那么这个是个艺术的意思 是一个女生在栽树 一个女性在栽树 这是一个甲骨文的艺术的意思 旁边我的签名 陶海星的Initial 就是THX 我就是经常拿这个签名来 感谢大家 这个这是艺术 它是暖色的 它是热情的 那么同时第二幅作品一块去展览的 这个是寻找的寻 就甲骨文的寻找的寻 是一个手去丈量那个床垫子 这个作品呢 是杜梁恒最早的产生 所以它代表了科学 所以它是理性的 是冷静的 用的冷色 这两幅作品呢 这个 在意大利米兰展出的时候 米兰电视台 选了六个画家 三十个画家参加这个展览 选了六个画家 做专题节目 第一个介绍的就是 这两幅作品 我在这不是讲 我有多么能耐 我是讲我们的甲骨文 我们的这个这个文字宝库啊 确实是开 太值得去开决了 好 看这个 这是油画的表达 这是四个字 自以为是 这是我的座右铭 也是大家能看到我微信里头 我的头像就是自以为是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上小学的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在语文老师念错字了 我就不知身前的举手 说老师你读错了 老师大怒 说陶海兴你这个孩子 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 所以我后来一直到工作多年 就努力的要克服这个自以为是的缺点 后来我觉得搞艺术了 那就得自以为是 所以我把这个字用油画的方式写出来 成了我的一个座右铭了 这个叫自以为是 中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这些作品 我叫做红墙系列 都是在探索这个 一种现代方式的表达 这个是龙马精神 四个甲骨文 他通过这种构成学的原理 使得画面里头成为一种线条的表达 就是书法的这种美学 放到油画里边 能不能成立 这是一种实验 这类作品 我叫红墙系列 这个在这个欧美的收藏家中 这个收藏家中呢 非常受欢迎 他们不太 他们不认识中文 但是他们喜欢 这是这个作品 好 下来讲一个这个 和某些商业上的一些试验 这个 这是我把 我在好多年前 国内有个出版社 出了一本书 他那个生肖 我给他写了12个字 后来呢 有一个企业家 看上一颗 把我这12个字呢 拿来 现在做了一个 就叫 我叫做 他叫做版权的这个 版权的合作吧 这个 这个现在呢 这是我在电脑里做完的东西 那么他 这个应用在哪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Amazon上 现在能买到的 他的一种新产品 彩色的刀 什么面包刀啊 什么各种刀 有些收藏的人挺喜欢 他通过那个表可以找见 自己是哪一年生的 数什么 一共12把刀 这是他那个 他们做的广告 这个是我从Amazon上的截图 都是一种尝试 也是 据说有些老美喜欢 这个刀的系列 我觉得这样的话 也是让他们了解 我们的汉字书法和艺术 也算也算有点 有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就是作为一种 给大家 汇报和分享 我的一些想法 和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 我主要总结性的呢 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说 这个 汉字书法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 艺术的宝贝 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 甚至可以说 艺术形式里头的 这个 皇冠上的明珠 有人这么称他 因为他就是很简单 拿线条来表达汉字 表达情感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 一个 这么一种 艺术实践 值得我们去学习 和弘扬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就是说 这种学习和弘扬的过程呢 一定要尊重经典 一定要从经典出发 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那些 起码你说你写楷书 你延欧照流都没零 没有好好零写 那么从甲骨文到这个 经文大传小传 历书楷书行书草书 你都没有一个综合的学习 你怎么表达 所以一定要 经常性的刻苦去练习 就像这个 就像唱戏的吊嗓子 五声压腿 体操运动员天天翻跟头 要这么去练习 才能把这个技术拿到手 这是要说的第二句话 要尊重经典 要这个在古人和经典面前呢 吊嗣 就要真心的成为一个小学生 而不是狂妄自大的认为 我可以创新 我这个创新口号讲的满天想 我们已经超越古人了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第三句话是要说的是 一定要解放思想 探索 探字书法 这种古老艺术 可能的表达 这个根据你的个性 你的学识 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 让读者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来 这是我对我刚才的这个 讲的一个小节总结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陶海鑫老师的精彩演讲 现场有听众评价说 陶海鑫老师 全是经典 展现创新 讲出了书法艺术的精髓 艺术和技术的融合 以及文化和市场的关联 谢谢陶老师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 他说 刚才陶老师谈到了 书法艺术的创新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创新呢 我们听听陶老师 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说到所谓创新的话 我想讲我这么一个个人体会 我特别不同意 就是这些年来 在艺术领域 很多这个 包括很多名家 包括我们有时候政府 或者文化部 甚至一些机构 鼓励大家都去创新 我是基本上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我觉得不是创新 而是虚心学习 你一遍一遍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什么新的顿物出现了 主导思想不是创新 主导思想必须是牢牢学习 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呢 我就说我有三个方面呢 我是觉得受益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从小在这个写书法的过程中呢 我呢一直在画画 所以我对绘画和书法这种结合问题呢 好像有一定的敏感 或者有一定的追求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一直 我受这个谁的启发 丁少皇 丁先生跟我谈的比较多 丁先生说 他到 他详细分析了 这个 为什么好多画家到了洛杉矶来 有用武之地 他说美国的这个色彩太好了 原来在中国学画 特别中央美院的老的教学体系 是俄罗斯画派 用丁先生的话说 俄罗斯的人就没见过个色彩啊 所以都是灰调子 然后丁先生说 他在云南待了以后呢 他一开始也是单色调水墨 他到了美国来以后 突然发现美国人对色彩特别喜欢 他就在色彩上有了明显的追求了 那么这个对我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我就觉得我们书法就是白纸黑字 确实我们水平很高 这个古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很经典 但是可能你要走向世界的话 他一看就觉得对他没有吸引力 特别是年轻人就没有吸引力 那你再好的东西就是受众太少 所以我那个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江山如画 是我尝试把色彩引进来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好像画完写完以后 好多年轻朋友眼睛一亮 那个江山如画这个 他又是个长形的 把江山两个字结下来 把江山两个字结下来以后呢 在这个印的T恤衫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我那个T恤衫上印江山二字的那个网站上 他也是做一种版权合作 那个T恤衫卖的很好 就是年轻人他喜欢色彩 那么这是我回答家凡的问题 然后再呢 从书法的这个字体上讲呢 我我的 我因为我个性呢 我比较喜欢豪放和那种 这种中厚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这种 看起来比较巧和比较美 我喜欢那种笨笨的东西 所以我很多东西的出发 就是颜真卿的颜真卿的颜体 因为颜体呢 我到现在为止 大概我领了 领秦礼碑 已经早都超过一千遍了 秦礼碑是领的很多的 他慢慢慢慢就一下 进入我很多的写字的这个 笔法里头去了 大概就是这样 好像就是说没有打算创新 反而能创新 这我大概说的 你如果老想着创新的话呢 就陷到这个创新里头去了 另外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是学高分子化学的 所以我很果断的就把 我的字搬到油画布上去了 因为包括他那种水印的效果等等的 因为我是学化学的 我自己研制了些涂料 我把它涂到画布上去 他就或者是有水墨效果呢 或者他就比较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尝试 好 谢谢陶海星老师 现在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 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了 书法是可以从人性升华到神圣性 那究竟怎么样做 才可以将书法艺术从人性升华到神圣性呢 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谢谢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因为我没有时间具体讲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三个方面呢 是可以让一个 不管是初学者还是一个书法家 是让你的作品能够从上向神性升华的 那三个方面呢 注意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面是顶级的技术 那顶级的技术一定是顶级的人格完成的 我们看 严真卿 柳公权 王羲之 在古代这些先写苏东坡 他们的这些字 之所以被书法使认可 我们现在认为他是神性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接地气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写苏东坡 苏东坡是四川那个富人家出来的孩子 这个少年得志当了官 最后被卷到冤案里头 一家伙从长安扁出来弄到个湖北黄港去 饭吃不上 一家人饥寒交迫 这时候他叫苏子 他叫子丹 那么最后黄港市政府给他披了一块地 全家人在那开荒种地 打出粮食来才得了得意温饱 那是成东东坡的一块关地 所以苏东坡从此就把自己叫做苏东坡了 我在那篇文章里充满感情的写道 我说从此苏东坡就诞生了 请注意苏东坡他就是一个平民了 他就是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了 他就接了地气了 所以我就说这种接了地气 你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 知道底层的生活了 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下降了 你的精神世界就升华了 这是神性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文本 你的书法里头经常写的是唐诗诵词 历史上留下来那些最精华的好的作品 而且书法中国人讲吉祥 你看中国人见面我给你送一个书法作品 一定是送给你吉祥 说的都吉祥话 都是追求美好 那自然就神性就增加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你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呢 我们不说清心寡欲了吧 但慢慢慢慢这个人学书话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对那些浮躁的东西就不是太追求 他就朴素了他觉得书法好 我今天自写的好 比我今天吃了一顿大餐要有用 我在书法界接交了一些朋友 以书会有 我比今天股市里赚了多少多少钱 可能我觉得精神上满足 这样的话呢 人的精神世界就升华了 我不是鼓吹贫困困难穷 我是说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它接近于神性的状态 我是这么理解的 谢谢 书法和绘画呢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 是我们须于不可丢掉的 就是我讲那个人性 人性像神性升华过程中呢 他有两个东西是不可以丢掉的 这两个东西丢掉了以后呢 我们就 我们就没有生存之地了 两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叫做爱 一个叫做美 他用美来表达爱 这是一对神性的东西 这是最美好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忘了 艺术的本质是这两点了 对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这个我在这个82年 我在大学毕业留校以后留清华 清华正好要建一批塑像 那个当时建那个文一多先生的 这个雕像的时候 底下雕刻了一段文先生的字 那个这个是中央美院的一个老先生写的 但是他写的太潦草 我学校让我重新加工好 最后刻到石碑上去的 文先生写的那句话说 诗人的最大天赋是爱 后来呢 我在国内搞这个慈善事业 因为冰心老人提出来一个 农村孩子没有书读 所以建立了个书 希望书库专门搞募捐 最后呢把我从国家教委调出来 做了冰心老人这个创办的基金会的 这个负责人 所以我从那时候到现在 大概我从93年到现在一直在做 还在基本做一些对农村的这个捐赠和图书上的 我的好多作品卖出去的钱也都就捐了 那么冰心老人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人类的本性是爱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去爱这个社会 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只是爱家人 还爱我们周围这些好朋友啊 然后这个爱的情感有了的话呢 美自然就出来了 好 涛海星老师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有很多朋友说 学书要先学凯 书法入门要从凯书开始学起 那对于这样的观点 您是怎么看的呢 谢谢 这个问题呢 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因为伴着班也教一些学生 不是先学凯和先学什么的问题 是凯书一定要学还要学好 要写好 因为凯书呢 里头有三个要点是凯书培养出来的 第一规范 你看我们有些大书法家写的字 包括我们不点名了吧 有些人地位很高 写的字是丢了笔画呀 都是都写的不对 所以凯书是古代叫正书 他能够让你写的字规范 这是第一 第二 凯书的那个技术是最完整的 你在凯书的学习过程中呢 这个笔和人慢慢混为一体了 你这个这个技术就提高了 因为你挑了最难的技术再写 第三呢凯书强调正大庄严 中风 包括中庸 所以这些这些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 对你不论写什么题 打了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说 不学好不学好凯书写不好书法 或者说 这个这个直写凯书也不会写行书 这些说法呢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东西 不去考虑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写凯书就是对你在以上三个方面 对你这个人的技术 人的性情和整个人格的一种塑造过程 因为它是一个经典 你想想随朝 魏晋南北朝再往后随唐凯书正式形成以后 现在快两千年了 这个字再没有变化 就是它是整个中华文化里都认可的一个正大庄严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学好它 但不是说一定要学了凯书才能写别的字 这个说法就是太表面化了 那书法入门应该从碑开始学起 还是应该从帖开始学起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被有些人给神化了 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 南派北派的这两部分书法家 南派主张学帖 北派主张学碑 我觉得呢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想一下古代有那么多 古代近代有那么多大书法家 他们也写得很好 他们没有拒绝过写碑课 碑课不是说写碑课就把你写成工匠了 只有写这个帖才写的活泛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片面的 比如就好像你说我只吃川菜 他只吃粤菜 你都吃总可以吧 你都吃营养就全面了 对吧 所以你背和天理都练 都从中吸取它的长处 我觉得这是 就是不要被有些专家说 千万不能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这些说法 我觉得 画画 我自己想这么画 不能说油画 我必须这么画 什么铅笔画 粉笔画 我必须怎么画 我觉得这里头还是要 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僵化了 至于那些悲学和窃学之争 那都是门派之争 这个这个 它并其实并不影响我们 学习过程中的选择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阎欧赵柳四大楷书里头 如果说你学楷书学谁呢 我呢 主张学流体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阎体难学 第二呢 赵孟甫的体呢 是在工程基础上再去灵活 也是第二步的事 那么就剩下欧体和流体的选择了 那宁愿选柳不选欧 为啥呢 因为现在练欧的人太多了 你练完欧以后 你看我们现在国内一写凯书 净是欧体 包括田银章兄弟 一教学用的都是欧体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容易有自己的个性 你不自觉的就拿 那些人写的欧体来和你比 因为现在呢 欧体的教学和欧体的学习 学术界有个说法 已经早都变成伪欧体了 因为大家已经离开欧阳荀了 或说你要开始练海术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是先写流体 选一个帖 哪个都可以 沿体你要先学的话 写他的多宝塔 都是入门的 欧阳荀的特点是这样的 欧阳荀的字呢 很美观 很漂亮 很严谨 但是他又有个缺点 就是他的这个 因为欧阳荀这个于世南和这个初唐的时候 就唐朝初唐的时候 这几个大书法家写的字呢 当时不叫楷书 叫金利 就是今天的利书的意思 所以他们的字里头呢 一直有利书的影子 好多小的勾啊什么 都没有发育成熟 你看欧阳荀的很多字 其实你像那些勾不存在 就是一个像利书一样撇过来就完了 所以他的结构很漂亮 细节不够 那又有朋友问 初学楷书应该从哪一大家的楷书开始学为好呢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 初唐是储随良 当于世南和欧阳荀 这基本上三个同期待的人 这个初唐的高峰过了以后呢 就冒出来的是颜真卿 颜真卿自称体系 颜真卿去世的时候 这个柳公全才不到十岁 所以柳公全自称是颜真卿的学生 其实是他一直学岩 学岩他想从岩里头突破出来 他就把岩的那种肥变成了他的骨头了 那么柳公全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柳公全是皇帝身边的一等秘书 他有完全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字的细致的结构 所以我经常讲柳公全把凯书已经完善到后人一笔都加不上去 一个钩都改善不了的程度了 所以柳公全是技术最高的 那么柳公全做到顶了 比颜真卿还做的细致 和柳公全的性格有关系 他在皇帝身边工作 他没有颜真卿那么豪放 所以他追求精美和精致 那么再往后到了赵孟府 赵孟府就开始做减法了 就是开始把行书引进凯书了 所以赵孟府和柳公全比起来 他就是开始做减法了 所以要学好凯书就从柳公全开始 因为柳之前没发育好 柳之后开始减笔画了 那么中间的高峰就是柳公全 柳公全一练流体 你最后写行书草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好多东西是得心应手 楚隋良我不建议练 楚隋良就是说 你这一个还没有最成熟的东西 你拿着照他写不好 就像我和刘炳森先生也很熟 刘炳森先生说 不要照我的历书写历书 你不如去淋这个汉杯去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走捷径 直接淋的就是刘炳森 我是这个看法 海星老师 还有朋友关心的是 对于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小孩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通过学习汉字书法 来学习汉字 学习汉语言文化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里头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 一个就是说 这个汉语和汉字的教学和汉字的学习问题要解决 我原来教一些书法 现在我又开始给一些小孩来教汉字 因为我觉得这个基础打不好的话 后边是空谈 因为书法有一个很大的基础 就是汉学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可以在同时学习汉语的情况下 再练习书法 这个并不是必须把中文学好 才能学书法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能因为是小孩子就标准变了 恰恰是小孩子必须用高标准 就是要给吃好的有营养的东西 不能乱给他塞的吃 还是延欧照流这些东西 现在有些 有些所谓的书法班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包括国内书法一考期以后 有些书法班就应运而生了 但是那书法老师还没过关呢 你怎么能把孩子教好 所以不能靠老师来教 要靠老师的祖宗来教 老师的祖宗就是中国的经典 不能靠现在那些老师来教 老师要把老师的祖宗搬出来教 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我在实践中 对孩子们增加学习汉字的兴趣 我是引进了甲骨文 因为有的朋友了解我 或者关心我的教学 或者的话 可以看看我微信公众号里头 对我原来对甲骨文的一些看法 我大概从20年前开始 就是觉得应该钻研甲骨文 到现在呢 我一直在不敢说研究吧 一直在钻研 我发现甲骨文给孩子们教 特别他容易接受 他第一对汉字 一下就明白这个汉字是什么了 第二呢 他就喜欢上了 这个我有些学生 他们对甲骨文特别就 一下就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 我们说身体的身 复杂的日月水火就不说了 身体的身 身体的身这个字呢 你看他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先知道有个人 有个字人 人的甲骨文这么写 我给孩子讲的时候 我说是人 为什么这么写呢 你在幼儿园的时候 你你就是一个一个小朋友 早上 你把手手搭到另一个小朋友 前面 这不是人吗 所以这是人 这是人 人的甲骨文 人的甲骨文 肚子 伸出一只手来捧着肚子 肚子里有个什么呢 我给我教的小孩说 我说肚子里有个你 妈妈怀孕了就叫身体的身 这个字是这么来的 有身孕 我们明天说 你看那个前几年还是姑娘 现在身子重了 所以 这是怀孕 好 再看一个保护的宝 保护的宝又有一个人 这个人 多了一笔 胳膊过来了 这是保护的宝 是一个小孩子被爸爸背着的 背着孩子就保护着 所以我现在教小孩 他们的甲骨文有天然的兴趣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是觉得汉字是一个非常毫无意义的事情 他觉得特别有趣 特别有趣 大概随便举这么两个例子吧 还有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当然这也合理 你比如说 这是女 一个女性优雅的作者 那么好 我们说 这是什么呢 这是树 这是树 现代字写成叫木 这个树呢 这也是树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是果 结了果子了的树 果子去掉是什么字呢 是胃 没有结果的树 安到女字旁边去是什么呢 没结果 没生孩子的妹妹 这是妹妹 再复杂的事情 都能给孩子讲清楚 所以特别好 所以我就甲骨文教学 一下孩子的这个智慧就打开了 另外呢 老祖宗的这个发明这个字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的文字 拼音文字 是拿耳朵学习的 必须听他这个音 汉字是拿眼睛学习 一下就看出 这不是就是画吗 更不用说什么牛啊 羊啊 鱼啊 这些东西 那么今年是牛年 牛字 牛为什么这么写 古人太聪明了 牛 人和牛打交调 到你要小心 这个地方最危险 因为脚很硬 但是你别害怕 牛有一个最难够拿住牛的地方 就是鼻子 鼻子最软 你拿个棍 把鼻子穿通了 牛就乖乖跟着你走了 所以你看 这个牛字写出来 就是让大家知道 哪危险哪不危险 所以文字它是有用的 文字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我们说 把一个事情解决了 还说抓住了牛鼻子 因为牛鼻子是最软弱的地方 那么好 羊 羊就没那么可怕了 羊鼻子也软 但是别害怕羊 羊的脚不会顶着你 羊不拿脚顶人 羊拿哪顶人呢 额头 所以这些甲骨文都是很有意思 那么好 这是一把刀 刀上沾了血 这个字是什么呢 物 物就是物 千万别拿刀在牛身边 比划 是危险的 不要去做 所以孩子想学呢 我们要把一整套中华文化的东西给他 而不是说你必须给我把毛笔子写好 他哭哭啼啼的 他实在不愿意写 我也是想在这个这个我们华人孩子中培养一些孩子能够从小对甲骨文以至于中华文化他能热爱 那陶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 那就是我们在练习书法的时候应该是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呢 谢谢 这个因为我在书法这个教学和这个这些年的过程中呢跟好多海外的两岸三地的朋友都有接触 对这个简化字和繁体字的这种争论呢是很多的 我有以后呢可以专门来讲这件事情 但是总的原则是这样一个我希望我这个观点能够说得清楚 就是说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呢一定要去政治化 因为我们现在海外有一些人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吧 包括台湾有一些人呢写过一些文章对简化字批驳的是体无完复 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 因为简化字呢是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一批老先生在设计简化字 第1237的简化字 他跟这个党派没有关系 简化字的这些专家全是民国留下的老先生 而且简化字呢你要现在去了解通过我讲甲骨文刚才 你要真正了解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简化字早都存在了 古人就这么写了 古人在行书草书甲骨文里头经常在写这种简化字 有很多甲骨文和传书的就是简化字 后来出现的样式是他繁化了再把它捡回去 所以这是一个要说明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简化字对中国扫盲功不可没 自从1950年代中国出的这个简化字以后呢 中国的文盲率几十年内大幅度降低 他就好学了容易学了 大家知道一个民族的文盲率如果高的话 这个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肯定过中国扫盲 这个是是一个正能量的进步的东西 那么第三条要说什么呢 要说文化大革命后期出来一些 最后那一批简化字最后被废止了 因为那些简化字走到极端了 比如买菜的菜是草头下来个才能的财 展览的展示 他们形容叫做横尸遍地 就是尸体的尸底下加一横 这个简化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给它废止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简化字 事实上是50年代那些老专家们确立的 所以简化字是功不可没的 最后一句话要说什么呢 要说日常使用微信发来发去 抄写笔记建议用简化字 又好学又好写 学习书法一定要完整的学会繁体字 这种艺术表达形式 而且学会繁体字 学会古文 加强国学的基础 一定要学好 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 我觉得我的这个理解 给有些朋友讲了 他们比较认可 就是比较客观 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要去政治化 有些人把简化字 繁体字之争变成一些政治化的命题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 有些人可能别有用心 有些人就跟上说 但是这个不准确 不公勇 简化字对整个这个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提高 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你们想想 你们要咱们要现在用的微信里头 全是繁体字 也合肺眼神 我长期在在印刷领域和新闻出版领域工作 那个店无论是牌子工人还是出版商都喜欢简化字 因为有时候印不好繁体字就腻到一块了 所以呢 简化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工具 但是学习书法必须好好学繁体字 这是我我在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观点 谢谢 海星老师 还有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家长 为了小孩子能够继续学习中文 他们也费尽心思 在教小孩子汉字的时候 会尝试着把汉字进行拆解 来给孩子进行解读 那应该怎么样来对汉字进行一个正确的拆解呢 谢谢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实际上本质上是个学术问题 就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 启发孩子的学习的学习的时候可以这样 但是从真正文字学习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已经学术界认定了的这个字是什么来讲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有些人包括写了些文章 就把汉字分解以后呢 就把汉字分解以后呢 再讲 其实讲的都容易不准确 反而把思路引导到一个不正确的路上去了 所以在拆解字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规范 那么比如说吧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有福 有福这个字我给学生讲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包括网上能查到很多解释这个字的时候 说这边呢 这个是相当于衣服 这个一口甜 说有吃有穿就是幸福 然后有的文章写说 人一定要珍惜你啊 不要太贪图享受了 有吃有穿就幸福了吗 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精神境界已经低 低到了比四千年前的我们的鲜明住洞穴的时候 精神境界还低 就为了一口吃和穿就是幸福吗 不是 加固文里头是这么写的 这最简单的胡子 什么意思呢 淘气发明了以后 做了个淘的瓦罐 把粮食和种子放进去 不小心洞穴里头进去雨水 自然发酵了 消了以后呢 最后打开以后一股酒味 一喝就迷迷糊糊糊的说哎呀 这是个好东西 这是坛子里的酒 这时候 这时候这样一个好的东西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把它放到他旁边去 它是什么呢 全世界不管任何宗教 最早的宗教信仰用的全是十字架 不是说基督教才是十字架 最早都是十字架 为什么是十字架呢 在山的最高处立个杆子 认为这是个天线 就能够联系上神 或者是上帝 或者是天神 那么后来这两个怎么出来的呢 这个叫神试边 这两个出来是为了加固这个杆子 又拉了两根藤或者木条 所以把这一坛子酒立刻献给神 不是自己享用 而是奉献是最大的幸福 注意人类原始情节里头 这种奉献是幸福 一直直到到现在 这是高尚的 就是说我答谢神对我的这个庇护 庇护 我有好东西 我把它献出去 这是幸福 这个幸福的价值观 远远高于有口吃的 有个穿的就是幸福 大家想想是不是 四千年前人的精神境界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 有信仰 有奉献 有回报就是幸福 你到四千年后了才说 我有口吃的就幸福了 那不价值观已经降低了呀 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是靠这个实现的 不是靠自己有口吃的实现 那海鲜老师 这个福字呢 简化字和繁体字相差的不是太大 您能不能够举一个繁体字和简化字 相差比较大的字来做个解释呢 谢谢 好 我想到一个 想到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简化里边 我在个学生讲的时候 这个里字说不清楚 但是他的两个繁体字 一个这么写 一个这么写 好 不管这个 这个是这个的遍体 真正的是这个字 这个的甲骨文是什么呢 这是衣服的衣 这是衣服的衣 然后 大致是这样 就是说衣服里边 里边就是衣服是双层的 里边 这是里外的里 这是公里啊 华里的里 后来简化字不用这个了 就是为了简单就用了这一个字 但实际上你要拿这个字 怎么也讲不清楚 只有把这个字讲了 有个衣服的衣 才能讲清楚 这就是繁体字和简化字 需要讲的东西 那这里头有很多专门的学识 需要去研究 好 到这里 陶海星老师 关于书法的现在和未来的讲座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陶海星老师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